另一名总统候选人黄国松 则不愿对陈钦亮的美女社交贴文事件多加评论 他呼吁各方在竞选期间保持尊重 记者图建强报道 黄国松在提名结束后马不停蹄 到后港一带拜访选民 他回到自己出生和成长的石龙岗路上段 俗称港角的住处 并回忆起母亲在他12岁那年告诉他 邻居已经没有钱借给他们买课本 这困境让他立志要努力读书 改变家人的生活 针对陈钦亮的美女社交贴文事件 黄国松表示候选人在竞选期间 应该保持尊重之心 他会凭自己的优点赢得这场选举 而不是指责他人的问题 王国松说 接下来会通过网络接触更多年轻选民 包括举办网上座谈会 他也不排除出席七月歌台 同年长居民见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